欢迎收听《斗魄桑雄》第836回由桑子播讲 叶虫搓了搓手 说道 小岩先生啊 其实进入丹塔长老席并不算特别的困难 当然了 这只是相对而言 至少以我如今的叶家 是无法达到那种条件的 哎 丹狱内有五大家族 这五个大家族是很久之前就流传而下的 当时创建这五大家族的组长 都是丹塔的核心成员 而按照条件 只要以后五大家族能够达到一些条件 那么皆是能够在丹塔的长老席中占据一席之地 五大家族在丹玉都拥有着极强的势力 再加上靠着丹塔这庞然大物的名头 那基本上足以在丹玉横着走 即便是冰河谷这等势力相见 也得客气 当然了 如今我叶家 可不算这般行列咯 每隔一段时间呢 丹塔就会对五大家族进行考核 唯有考核及格的 才能够继续保持在 那一个在长老席的位置 萧妍眼睛微眯问道 怎么考核 丹塔比较重视年轻一辈的培养 而考核的目标自然是年轻一辈了 叶虫的目光 看了看一旁的新兰 叹了口气 叶家的后代 是一辈不如一辈啊 似乎那种炼丹天赋 都逐渐的被磨平了一半 甚至比起一些外面的炼药师 都有所不如 这一届的年轻一辈中 新兰的天赋算是不错了 但是 不过也才达到五星炼药师的层次 见到叶虫的目光 新兰的脸上 充满了愧色 没一次的考核 五大家族都必须派出一名年轻一辈 接受丹塔的测试 若是测试通过 席位也将保留 若是通不过 那就危险咯 我叶家 已经两次没通过了 这一次若再通不过 不仅会彻底丢掉 丹塔长老习的资格 而且 还会被排挤出五大家族啊 五大家族 是进入丹塔高层的捷径 所以有着无数道眼睛都盯着这儿 只要我叶下一被挤出去 那些胡适丹丹的家伙 也会立刻扑上来 萧妍轻声地问道 考核的条件 很苛刻吗 参加这种考核的最低资质 便是需要令药术 至少达到六品 而若是通过 却是要达到七品炼药师的层次 方才可能啊 文言 萧妍微微地点了点头 七品嘛 也不是很困难 我这把老骨头 修炼到这么多年 也才是这个等级啊 萧妍先生天赋异禀 自然无碍 但我叶家年轻一辈 却是没人能达到这种低一步哦 而且最糟糕的 是因为叶家前两次已经未曾通过 这一次的考核 则必须在考核名额中进入前三 才能够算作合格 前三 哎 其余的四大家族 如今越发势大了 族中的年轻一辈也是天才辈出 虽说 这种考核 他们或许不会派族中最精锐的年轻一辈出马 但想要取得前三 即便我业家真有年轻的七品炼药师 怕也很难达到啊 听后 萧妍忍不住为叶家的没路而摇头 别人上海不需要派出族中最精锐的人才 就能够通过考核 而这叶家 却连那最基本的考核及格点都达不到 同为五大家族 这叶家也着实太惨了 见到萧妍那副模样 叶虫似乎是知道他想什么 一张老脸有些泛红 曾经显赫的叶家 在他这一带衰败成这样 他这张老脸呢 总算也是丢光咯 瞧得叶虫可怜巴巴的模样 萧妍也不想过多打击他那颗脆弱的心了 陈寅说道 这考核的事就交给我吧 不过这种考核 难道还能请外人相助吗 不能啊 不过 此事也有变通之法 不过得委屈一些萧妍先生啊 什么意思 叶虫看了一旁的心蓝 略微迟疑说 在对丹塔举荐时 可能会把萧妍先生 说成是我叶家的准女婿 文言 萧妍脸色顿时微变 沉声说道 哼 你这个主意 也太搜了一点吧 我一个大男人倒没什么 可你这样令孙女以后怎么见人呢 萧妍先生 别急 这只是个形式上的称呼 不会让你因此负半点责任的 哎 叶家已经到了这种生死存亡的地步 所有叶家族人都在做最后一搏 一些代价 我们必须承受啊 萧妍眉头紧皱 片刻后才说道 这样就能够让我顶替业家 去参加那所谓的考核了 只要能通过 通过此次的考核 那业家就能够再度保留席位 如此一来 方才能够具备足够的发展时间 只要通过了考核 萧妍先生便与业家 没了半点关系啊 看着叶虫那不满恳求的老脸 萧妍无奈的叹了口气啊 这个老家伙看来真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 若是他现在转身离开 恐怕叶家也就彻底的衰败了 日后只能沦落为寻常家族 而且没有单塔的庇护 往日的一些对手 也会肆无忌惮 那个时候 叶家 怕才真正的玩咯 萧妍大哥 请你帮我们叶家一次吧 只要叶家无碍 新兰愿意给你做牛做马 在萧妍沉吟间 身边的新兰却扑通一声 给萧妍跪下了 被新兰这么一跪 萧妍的脑袋就有点大了 她袖袍一挥 一股柔力 强行把新兰给抬了起来 但那倔强的丫头 身体刚刚被推正 就又要跪下去 一旁的小一仙尽壮 不由得摇了摇头 玉手伸出 把她给定住了 萧妍的性子 你又不是不知道 她答应了你的事 自然不会撒手不管 你这样跪来跪去的 反而惹得她不耐反了 萧妍叹了口气 目光转向一脸 恳求的叶虫沉声说道 算了 随你吧 不过事件得跟你说好 可千万不要想用 什么女婿的手段 把我留在你们叶家 若是你给我耍小心剂 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 萧妍先生放心 叶虫不是那般无耻之人的 见到萧妍说了 叶虫顿时一脸狂喜 那种绝处逢生的模样 令得她那颗老心脏 碰碰碰跳个不停 一旁的小一仙 也轻松了一口气 眼眸一转 却突然看到 欣蓝 笑脸显得有些不太自然 当下一针说 她说那女婿 那女的不会是你吧 听着此话 萧妍身体也是一僵 便轻饿地转过头 看着俏脸胀红的欣蓝 有点尴尬 苦笑道 哼 这个老家伙 不会这么可恶吧 欣蓝脸颊上露出一个勉强的笑容 低声说 笑颜哥哥不用担心 爷爷说过 这只是一个形式而已 笑颜大哥以后定是 斗鸡大陆上顶尖的人物 新兰不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孩 这说到最后 一旁的小一仙 分明看到了 这蓝衣女孩 眼圈红了许多 当下不由得 轻瞪了笑颜一眼 这个家伙说的话 也太伤人了 笑颜也是有点尴尬 三千一眼火的消息 若不是新兰告诉他 恐怕他现在还四处乱转 而且 在笑颜来到丹玉之后 别人也一直是 安前马后的跟在身旁 帮了不少的忙 没说过一句怨言 而新兰所做的这些 也足以让消炎把他当做朋友对待 不然的话 谁管他什么狗屁的叶家呢 哎 这事儿 就随叶虫长老吧 我会尽力配合 消炎苦笑了一声 转头狠狠地挂了叶虫一眼 叶虫干笑了一声 不敢去触碰消炎的火头 就说道 这一次的考核 会在两个月后开始 所以我们两个月后 就得先动身前往圣丹城 这段时间 消炎先生若有什么药材的需求 就告诉老夫 一切的东西 叶家都会准备好 两个月后 这么快 叶虫点了点头 若非是时间紧急 他也不至于这么低声下气 求一个后背 虽然这个后背的炼药术 不比他弱 哎 两个月 就两个月吧 天壮 消炎只能点了点头 正好对于那丹塔 消炎也好奇得很 毕竟那里 几乎是全大陆 所有炼药师的胜利 见到消炎没有异议 叶虫也轻松了一口气 再度和消炎交谈了一些 有关丹会的事情 就拉着 脸神通红的心蓝 退出了愿望 站在石亭之外 消炎望着叶虫远处的背影 昔黑的眼眸倒也隐隐跳动着些许的期盼 圣丹城 这个传说中的炼药师圣帝 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在答应了叶虫请求之后 消炎的时间无疑变得紧迫起来 短短两个月 他需要尽可能的练习 并且提升自己的炼药术 面对着那来自大陆各处的优秀炼药师 而且还要从中脱颖而出 即便是消炎 也感到一些压力 这种鄙视与寻常战斗完全不同 这是另外一个领域的较量 而且这种较量的困难程度 可比平日施展的斗气一头猛冲 要严苛的许多 毕竟炼丹这种东西啊 靠的不是一股作气 而是需要亲平气和 对药顶内的一切 都要把握到一个极为精准的地步 而至于提升炼药术 换做另外一个说法 那便是烧钱 哎 或者说是烧药材 不管一个炼药师的天赋 再如何杰出 实践练习才是最为重要的 而练习练丹 那么药材自然不能少 到了消炎这种级别 即便是用来练手的药材 那都不是寻常之物了 若是背后没有雄魂势力的支持的话 还真是有点显得相信见错 不过 索性 如今夜间虽说是没落了 但是多年来的收藏 倒是非常丰富 而且他们这次啊 也的确是真正的准备 把所有希望放在消炎身上了 因此 对于消炎的各种需求 都是尽可能的将之满足 那些珍惜的药材 也是在夜虫的吩咐下 源源不断的运放在消炎那 这种时候 若是在小家子弃 夜家恐怕真的就完蛋了 而没有了夜家清静家族的支撑 消炎 也得四处去找药材 那是非常麻烦的 他唯一需要做的便是炼制丹药 不管炼制是成功还是失败 至少也是能够得到一些经验 这种经验方才属于炼药师独自的宝藏 伴随着这种经验的逐渐积累 迟早有一天会彻底的喷发 带来质变的效果 放眼大陆上那些宗师级别的炼药师 没有一个人是属于纸上谈兵的 他们无不是拥有着常人难及的丰富的经验 在炼药界 天赋固然重要 但是经验 也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年来 消炎时间再紧迫也未曾放下过炼丹 并且由于药老所留下的丰富的药方 给他留下铺下了一条顺坦道路 这样一来 令得他比寻常炼药师在同时间里走得更远 当然了 消炎自然也明白 他的起步虽然不低 但放眼大陆有这样条件的优秀炼药师肯定不会只有他一个人 甚至还有一些起步比他还要高的 想要在大会上超过这些人 那必然不是轻松的事 所以 在接下来两个月的时间 他必须付出巨大的辛苦 把所有的心神都投注在炼丹上 宽敞的密室里 炽热的高温 泥满而开 令得密室就犹如一个烤箱一般热气腾腾 寻常的人 要是在这里待个十几分钟啊 恐怕就会呼吸困难的逃出去 密室通体都是使用一种赤红色的岩石铸成的 这种岩石名为 江岩 取自火山之内 不仅坚硬 而且有着特殊的保温之效 专门用来建造一些炼丹室 效果极为不错 密室之内 没有半点缝隙 看上去就犹如是直接从一块 极为庞大的岩浆 掏空一般 此刻的密室里 堆放着不少的浴香 隐隐间 有着浓郁的药材香味 从中飘散出来 然后再经过周围的高温一蒸发 味道就变得浓了许多 在密室的正中央 有着一方石台 石台上 一道消瘦的身影 盘腿而坐 面前的半空处 悬浮着一座赤红色的药顶 药顶里碧绿火焰熊熊燃烧 而那种高温则正是从药顶中 弥满出来的 盘坐在此的自然就是苦修炼药术的消炎了 自从再感觉到时间紧迫之后 它所有的时间几乎都投注在此处 只要一有空闲 就开顶炼丹 如此这般虽然说累 但是为了三千一盐火 这些苦自然是算不得什么 药顶之中 碧绿火焰熊熊的升横着 在火焰燃烧间 隐隐还能看到一枚丹药的雏形 淡淡的丹香在其中弥漫而出 丹药的雏形在火焰的炙烤下逐渐变了浑圆 约莫一个小时之后 笑颜紧闭的双眼猛然睁开 屈指一弹 药顶盖弹飞而去 一道青色鸿芒 自药顶中 暴虑而出 自动的投入在 硝烟的手里 落进硝烟的手中 是一枚 仅有拇指大小的 浑圆丹药 别看这个丹药体积小 但要是放在外面去拍卖 也定然会引起 不少眼馋的目光 各位好 我是桑子 欢迎加入桑子听友QQ群 326598251 326598251 跟我一起畅聊斗魄 一同感受书中之旅 下期再会 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